哇塞 你們立法院超熱鬧 這是什麼 傅崑琪提了一個案子 花冬塊特別條例 然後他就拍桌大罵王國財 因為交通部有說 這個沒有辦法 我們現在沒有辦法做這件事情 然後傅崑琪怎麼講呢 你對花冬塊興建 打通內心支持還是不支持 支持進入長期可行性的評估 整清了嗎 那你越來越像政治人物囉 王國財說 要不然我就不會重啟 可見我是真心的 傅崑琪在那邊講 你摸著良心 在求婚當下對待 你在講什麼 國會殿堂上面 你在那邊胡說八道 寫什麼傅崑琪 傅崑琪還說 報告寫什麼 至愛難行 違憲 還見大法官羞愧 你王國財很羞愧 什麼時候輪到你來解釋法律 連立委都不能解釋法律 柯建民一天到晚大法官上身 我們國會有尊嚴 你怎麼會在這邊給我說三道四呢 柯建民也有說法 他說特別條例或預算案 是由行政部門提出 立法院哪有人家自己提的啦 自己提了之後 那如果你花蓮提了 等一下敬評你們桃園也可以提啊 我們臺北要提啊 每個縣市通通提 交通部都給我乖乖做 可以這樣子搞嗎 我要請問一下定義委員 你不要一天到晚跟我講這個危險 你大法官大法官上身喔 這件事情其實不是一個個案 這一屆的立法院開會到現在 坦白講我在立法院看到很多奇奇怪怪的會 並不快樂 我也不會去看到國民黨在那邊鬧這些笑話 你就覺得啊 見烈欣喜 沒有 國家會因為這樣子付出代價 停滯不前 分三件事情 第一個 先講最基本的權責的問題 今天復婚期間有回答一句話說 那個做民意代表不能提增加預算之案 那個是指預算案 這個法律案不一樣 他自己他自己都在點大法官了 他講別人不能當法官 他提了2500億 今天行政權跟立法權是分開來的 我們在大法官釋憲案 大概有三次的釋憲案 都用了叫做權力分立 監督制衡 什麼叫權力分立 我當立委 我可不可以兼檢察官說 我覺得瑞德看起來有罪抓起來 不行 那不是我的權 我要嘛 我就去考司法官 受檢察官訓練 根據證據 根據法律 我就好好當一個法律人 司法人 立法委員跟市議員一樣 當然立法委員立的法它是法律 市議員常通過的案子叫建議案 我們在權責上可不可以這麼做 比方說我現在高雄市議會 我台南市議會 我議員夠多 我來通過一下 我來提個案子 我那個區要建設 請市政府撥個100億 在我的地方把水溝路通通弄好 可以嗎 你可以質詢 逼行政權做 而不是越主代跑 立法權跑過去兼行政權 所以第一個權責它有分開的 連他復興旗自己都知道 很多行政權你當過縣長 今天人家查了 如果我們要花東建設或離島建設 像我在台南我要推86號 下面的道路要打通的時候 交通不一定問我一件事情 請問要委員你們地方政府 列案送上來了沒 你地方政府 你知道我當立委也不能大到說 台南市或花蓮縣 那我就叫他怎麼樣 就算是老婆當縣長 還是有行政程序 花蓮縣根本沒有把這個案子 列案送上來 沒有 花蓮縣政府沒有這個案 那你現在提這個案子 在打空炮彈 我中央就提 我在立法院提 你中央提 就我們建議這邊要開個路 我們建議這邊要弄個交流道 我建議鐵路地下花要延伸到哪裡 一定有一個地方是行政權 地方行政權 跟中央行政權 我沒有講黨派 不同黨也是一樣 你要把這個案上去 你要列進去 然後可行性分析 相關的評估 那個是有一套行政作業程序的 不是土皇帝說 我就買了 你金正恩 你可以這樣弄 那乾脆把王國財拖去 炮絕還是犬絕 在你懷疑 所以我想第一個 不要這樣 在權責上 地方行政跟中央行政有一套作業 這套作業是為了預算的控管 是為了可行性 為了不浪費公帑 然後民意代表可不可以月主代表說 我通過法律叫你花一千億兩千億三千億 不行 你可以提法律案 但這是在行政權 第二個在專業上 今天花東 你想想看 花東有很多美麗的風景 也有脆弱的地質 你真的能夠這樣子通過一個條例 我在那邊要幹嘛就幹嘛嗎 這邊有很多專業要討論的 還評要不要拿掉 要還評吧 可行性分析 所以在專業上 他這個法裡面也不顧這個 我最後講真的是問題在態度 國民黨立法委員比民進黨多一席 政黨比例代表票 民進黨比國民黨高 今天一個席次多過民進黨一席 總統行政權還是民進黨 可是現在立法院 他呈現態度是 我要你怎麼樣 敢耶 真的敢耶 我要讓誰提早拿到身分證 我來 我要把這個東西改掉 我來 我要在立法院設特徵組 我來 我要在立法院要有調查 我問你的話你不准回答 我上對下 如果你回答我不高興 關三年 只要我要通通可以 然後呢 這個對中國那邊的態度 以前還會避諱 現在我高興怎樣就怎樣 我可以幫中國做解釋 所以我的意思是說 這樣的態度是台灣人民 給你的嗎 傅崑崎現在是國民黨的大黨邊啊 對不對 他總招呢 他這種表現 你覺得OK嗎 要不然就說 那你們桃園 你們也叫桃園的立委說 王國財你要給我蓋桃園的什麼什麼什麼路 可以這樣 我覺得像定義委員他也是選區區域選出來 傅崑崎委員當然也是這個選區選出來 他富有這個選區民眾的這個所託 他提出來為名喉舌為名發聲 我不覺得他哪裡有一些問題 我哪裡錯了 那傅崑崎委員他提出來 包括這個花東建設 他對花東建設 他提出的是花東快速道路特別建設條例 這個不是預算案 這個是一個法案的這個條例 你們可以打臉他 然後到最後又像之前 這個其他的這個法案條例 以前包括徐政委 他以前也做過類似這樣一個舉動 在做立法委員的時候 可能也是無疾而終 但沒有關係 至少不崑崎 讓民眾看得到他幫選民 幫選區發聲 為名喉舌之下 他做了什麼 他說了什麼 我覺得這沒有什麼 那他為什麼要罵王國財 說三道四 靖平沒有人反對 為自己的家鄉爭取建設 應該的 好 第一點 你要提這個 既然花蓮縣市縣政府是你 另外一半在擔任縣長 你也擔任過縣長 你地方沒有案 第二個 為什麼說這個案子有問題 我也 我86號從關廟延伸到內門 我爭取這個案子 你知道所有的建設案 都要先經過可行性評估 綜規就綜合規劃 最後走環評 最後框預算 他有一個程序的 他提這個特別條例 要閃過這個直接弄 你贊成這樣弄嗎 那這樣的話 以後不管是 這個桃園的捷運 台南的輕軌 我們通通都提案弄個特別條例 通通閃過可行性評估 綜合規劃跟環評 可以這樣做嗎 那這樣做還有行政權 沒有 他就切割的碎碎的 第三個 我跟他講那個態度的問題 這不是我提高表格態度 我幫花東講過話了 最後怎樣 做不成都重要不讓我弄的 我們在爭取建設 你甩鍋 他到時候他就會說 這個就不負責任 在爭取建設的本身 你知道我剛才講的可行性評估 綜合規劃跟環評 到最後框預算 我已經把它省略了 前面還有很大段的綜合意見 比方說花蓮 花蓮要的是什麼 是這樣直接花一條信過去嗎 所以在這個案子上 他沒有呈現要建設 他呈現是我要修理部長 我要呈現都是部長在擋 我很認真在做 這個態度 你該把它形容成為地方爭取建設 我覺得他是讓地方建設不成 的一種態度做法 那我認為他也許很急切 但不應該用這個方法 不是比賽吵架嗎 我覺得他這種表現 看起來就是 花蓮相親我有提了 壞人是誰 王國財 壞人是誰 民進黨 你看我講成這樣 他們都不給我過 所以委員你剛剛講的 有那種味道 沒錯 但是有那種感覺 但是如果你們在中央回運的時候 民進黨政府跟交流部長委員 你剛剛講的說法 你可以跟他好好的做一個 他就沒有要好好跟你講話 你以為王國財上去就跟他變 他說不要跟我說三道次 官員到他辦公室溝通幾次 要不然我講 他這個條例綁了2500億預算 他就是一個特別預算 特別條例 你像你剛剛講的說法 你可以教王國財 然後你教王國財 然後你去跟他溝通 那這個問題是怎麼樣 他就包括石欣姐剛剛講的 如果各件事都來 這個可以去做一個政策的理性思辨